2021年10月31日 全世界的總共確診數目是 2.471.045多 多了37.5萬多 死亡多了5.8萬多 去到509.9萬多 最多新增確診的地方 英國多了41.5萬多 死亡多了160.5萬多 俄羅斯多了超過4萬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1100多人 美國多了26000多個新增確診 43000多人 烏克蘭26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500多人 土耳其23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200多人 德國多了16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58人 印度多了129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440多人 羅馬尼亞多了12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將近400人 巴西多了超過10600多人 死亡多了200多人 這裏有9個國家 新增確診數目是超過1萬 波蘭增加了9700多個 死亡115人 泰國9200多個死亡80多人 比利時8700多個 荷蘭7900多個 法國7300多個 伊朗6800多個死亡超過128人 奧地利6000多 塞爾維亞亦超過6000多死亡64人 馬來西亞5800多 捷克5700多多 越南5200多死亡64人等等 而現在下面看上去 菲律賓 確診數目超過了4000人 是4008人 不過死亡是423人 另外就是 墨西哥 增加了4000個新增確診 死亡亦多了320人 增加了4000個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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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了4